委員好 院長聽說你明天要去高雄 明天知道 很辛苦 因為上禮拜開始是時間 等很久了 一個禮拜 所以 但是我上禮拜也是在其他地方 上禮拜也是在其他地方 我並沒有怠慢 經委員諒解 是 好 那我想說你今天中午 大家比較關切就是要吃一個所謂的和解飯 你對這件和解飯的信心到底有多少 你覺得可以解決我們目前預算卡關的問題嗎 只要對國家未來有信心 我們任何一次的接觸 我們都要深具信心 大家本來都是這樣的期待的 而且我知道 你要來當這個隔魁的時候 大家最期望就是你過去是調和鼎賴的功夫非常的好 可是這次發現你好像態度越來越強硬 我比較好奇的是你背後的這個賴總統 我說實在的 一般來說根據我們憲法四次這條規定 當院跟院當中有任何沒有辦法解決有爭執的時候 其實總統應該站出來做一個協調 所以我們只能說到底對這次和解飯當中 我們的總統有沒有為你開綠燈 還是他對這次的和解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謝謝委員 總統跟我在憲法的直選上的分工 非常清楚明確 而且我們也是這樣在進行的 那這一次跟韓院長之間 是我們那一天我們兩人自己互相的約定 我想如果不用動到憲法的成績 我們可以在兩院之間來協調 我們也期待 而且院長你也知道這個問題 癥結其實沒有那麼大 彼此各退一步的話 我們就可以好好把這總預算送到委員會裡面好好來去做 所以我們對於今天的和解 其實不要只是大拜拜性的 每個人都派出來 然後氣氛氛圍非常的好 但是最具體特別是對於我們所謂的已經三度通過這些 而且說實在的金額不太多的狀況之下 彼此能夠做出一個可以的一個溝通 我覺得這是設立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否則未來朝野真是永無寧日 這是我們大家對於你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期許 我也希望在法律的原則性問題能夠得到大家互相的尊重 跟理解之後 我們就能夠順利往後走 我們期待 否則的話就是無解 好我們來看看我們這個碳費 現在目前的碳費已經排版了 大概就是每公頓三百元 但是這個不管是經濟部 產業界或是環團 其實都是非常的不滿意的 而且我知道經濟部長是公開表示相當的遺憾 我們知道經濟部表達遺憾的是不滿這個環境部呢 還是對行政院表達深度的遺憾 報告委員我想這個碳費的部分呢 我們還是因為企業是我們在 當然是啊 那環境部他有維護這個 我完全同意 部長我知道我今天 我完全知道產業向那個需求 我說我想問一下這個院長 你們之間到底有沒有溝通過 經濟部跟環境部有沒有溝通過 感覺起來好像是要 是要在黨內互打的概念 而且我現在要先確定一下 大家最關心的是 你會把這個碳費轉嫁到我們 這個所謂的消費者的身上 造成所謂的綠色通膨 其實這是大家比較關切的 是的委員 當然經過數次的溝通 兩個部會跟其他相關部會 跟我本人我們都參加過 今天經濟部長深度遺憾 誰在說誰在說誰在公殺 那如果今天我們定出來一個標準 經濟部完全叫好 那我覺得環境部那邊就遭受很大的壓力 所以比較支持經濟部還是比較支持環境部 我們需要讓就目前對產業衝擊面能夠縮小 但是我們對於這個碳費的制度 是我們對環境的付出 環境的永續很重要 但是有幾個數字還是要讓院長知道一下 你看我們目前來說像台電中鋼中油都是屬於這個碳排 超過2.5萬噸的這個碳排的大戶 那你看嘛三百塊一噸 但是你如果有一些優惠自主排碳的話 可以五十也可以有一百 我們就這樣算這個range好了 如果說是平均來說一噸大概是一百塊的話 都幾乎要繳到七到八億 甚至到百億的這樣子的碳費 那你如何保證 這是我們比較關切的 這些東西到底會不會轉嫁 包括中油 他其實也很想爭取 把這個碳排的公式放到他們這樣的一個公式裡面 更不要說台電也想比照這個水費的收費一樣 有代收的方法 這些就是一點一滴藏在細節當中 所以院長你可不可以保證到目前為止 永續不用再講了 大家都同意世界的趨勢 會不會轉嫁到由全民來負擔 我們常常關心世界永續的問題 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 會不會有全民負擔 付出一點的責任是要的 一點點的責任到底有多少 其實我們還是要來關切一下 你看目前為止 商舟就做得出一個大的一個非常嚴謹的一個報告 他說碳費會帶動中南部的房價 我告訴你你現在去南部買買房 太多人會告訴你 這叫碳費保底的概念 他告訴你 因為營建的成本未來會提高 最近你看不到 可是他告訴你三五年之後 因為這個部分太多的元素之後一定會起給 所以目前為止已經漲到不行了 除了台積電效應之外 碳費保底的概念已經變成我們現在買房子裡面 大家來說服大家了 所以你有辦法想講 產業的發展跟他所受的衝擊 部長來答覆 報告委員我想這一部分 經濟部是不斷的在看這些變化 我們大概都有一個小組 然後不斷觀察這個所謂的指數的變異 然後我們會有一些方法 那碳費的部分 我們跟環境部是在討論 這個是在未來 他現在目前提出這樣一百塊 但是我想這個主要還是 我現在只要提醒部長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減碳 我告訴你這沒有問題 但是預期的經濟已經產生了 所以你看對於這個房市的影響 你們已經對這個新慶安的風暴 已經可以請很多的大佬來喝咖啡了 你這個碳費的部分 可怕你要啟動另外一波 否則你這個因應的作為 我告訴你現在已經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還有我還要特別提出來 你這個徵收到底有沒有一個配套 雖然你們都是520才上任 但是民進黨已經執政過去八年 你沒有任何環境永續 都是你們過去一貫的目標 但是很顯然的很多的亂象 還是存在的 我想兩位站在這邊應該看出來 包括碳的鏈財 告訴你現在有非常多的班 開班授課 告訴大家如何可以透過一套的方法 讓這個企業可以少甚至不要 還有第二個 很多最重要的是認證的部分 很多蝦油廠商他很怕 他買到踢碳的產品 到底有沒有符合這個規定 有沒有第三方認證 到底會買錯 這個部分也看不到任何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碳洩漏 這名詞我覺得有點不太好 我覺得應該改名叫做碳破口 就是說很多人從國外進口 不需要收碳費 但是我們台灣需要 這就是經濟保 你過去可能已經預估到 會讓很多甚至水泥業等等之類的 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很多國內的傳統產業 因為要被徵收這麼多的碳費 會造成一些產業的一個出走 所以這些部分裡面 大家就說 你到底要不要推動台版的CPen CPen 就像歐洲的這邊境的這個調整機制 我們目前沒有看到 這都是我所謂的 所謂的配套措施 現在看沒有對不對 報告委員 現在這個因為環境部 也是去年才成立 那麼我們現在經濟部 我們上來以後 我們在不斷地在討論 那我們希望說明年能夠提出來 就像你剛才說執政的 經濟部標準局 現在也不斷地在討論這個 這樣的一個標準 是啦 部長 我剛剛已經特別前提了 我剛剛前提的 環境部是去年才成立的 可是這就告訴打臉 我們過去 我們過去八年是民進黨執政 不是你們 但是過去 這些都是知道要做的 到目前為止才輪到你們身上 然後才告訴我去年成立 而且還有很重要的 我可以請問一下這個院長 你知道我們探權交易所 目前總部設在哪裡嗎 上次有講過 我現在 我看見我你的家在哪裡啊 在哪裡 在高雄啦 拜託的 不可以去跟我們看一看好不好 但是呢 探權交易所設在高雄 設在前陣 但是你知道成立一年多了 院長成立一年多 這很重要喔 但是呢 成立一年多 現在馬上被詐騙集團 都用總經理的照片 跟資料 而且用AI 身為的合成照片裡面 在社群裡面 來販賣廣發 金融商品跟投資的訊息 你告訴我 欸院長 探權交易 才成立一年多 很符合現在的潮流 李哥雄 我告訴你啦 行政院的效率 應該要比 應該要比上詐騙集團啊 你們的速度要比上詐騙集團啊 他比你更了解 一年多來 他就已經不斷用這個方法 來去做這樣一個處理 所以這個東西是很嚴重的耶 院長你不覺得嗎 是 詐騙的問題我們 沒有 來處理喔 跟委員報告 我們去年才曾通過這個 氣候變遷的相關法令 現在環境部在九月份 還公佈了三個執法 所以他們一步一步的來處理 並不是說我們過去不作為 是現在到了 我們必須面對現在這個環境 我還是覺得少率齁 是晚了一些啦 我們已經在補上了 連詐騙都知道 要用我們的探權交易來做詐騙 我們的行政院 這個我們馬上處理 對呀 這個東西還是需要處理 而且很重要的 我說我覺得經濟部長 不能只是聲表遺憾 我知道你很遺憾 因為你站在這個產業的這一方嘛 一定會知道 會造成經濟的一些的影響嘛 但是呢我覺得這還是要辦法 而且最重要是探費 要怎麼分配 我說實在 高雄現在是三高耶 碳排高 污染高 碳被繳得高 所以呢我們現在很擔心什麼 費用繳得這麼多 到時候總部都不在我們高雄都在台北 啊污染給我們吸 然後呢錢繳到台北 這樣做不到你 以後這個部分你要怎麼解決 這做不到你 報告委員我們現在啊 這個針對這個命題 這麼大的一個命題 我們提出一個 可以改變的這個方法 也就是說我進來以後 然後我提出來一個啊 境外觀念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幫助台灣 所以用電碳排高 比較大的產業往外移走 對 這個是我們希望透過政府的力量 然後替他們找到一個可以發展的地方 我也常說這個部分嘛 你把這個碳費收完之後 你為了要活絡地方的產業經濟 你有一套配套的做法嘛 這是我今天特別要提出來嘛 特別到高雄 你到底我們我們繳了這麼多費用 而且你看嘛 這個目前來說 你們也宣佈用三大綠色基金 院長我恭喜這 我看你的綠色基金 你看 100億的綠色成長基金 碳費已經收掉非常多了 那你這綠色成長基金 到底要怎麼用 到底要怎麼分配 你到底可不可以增加我們高雄的補助 我剛剛說的三高好不好 我再說一遍 空污高 碳排高 我們碳費繳得也高 阿俊說這樣不讓我們補助那麼多 你說對這個地方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嚴重啦 委員我們跟你報告一下 您剛剛所指教的這三個領域啊 我們都可以再處理 我們會把高雄 他原來產生碳高的地方 電高的地方 把他移到其他的地區 讓高雄在原來的地方可以高質化 做一些比較高質的 對啦 所以說你就是拿到這些錢之後呢 就要用在我們 真的已經是犧牲掉很多的這樣的區域 這是我們基本的一個原則 但是我也我也要特別問一下 安國實在的 收了這個碳費 就有辦法解決一個空污嗎 大家看一下 2021到2022 臺大的臺灣的十大污染源 有三個都能夠用啦 你還要說 像我們的新達電廠 說實在的 2022年 既然比2021年的碳排 還要增加4.6% 拜託 古年 真的是已經做了這樣的處理的 碳排還是要增加 所以說我說實在的 這是不是有辦法透過徵收這個碳費 來讓我們環境更加永續 這個數字會說話 院長部長 對吧 所以你說以價質量 經濟效果 剛剛真的有把這個碳排的這個大戶 就會因此要 這要怎麼處置 這也是個大的課題喔 對吧 所以這樣我們更需要 來協助輔導要求他們能夠自主 所以我就是告訴你數字嘛 用了這些東西到時候你看 碳排量還是很高 像技術又這麼樣發達 最後的時間真的很有限啊 我確實大家還是考慮到電價的問題嘛 因為郭部長當開始的時候 六月你就說你不贊成潑谷 但是你的行政院發言人馬上幫你講說 喔這1000億不是跟這個有關 好很快就解決這個問題 好很快就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今年我們看到的預算當中 還是要再編1000億啊 所以我我只能說 你看漲幅12.5% 然後呢台電營收有741 那為什麼還要再補1000億 這大家非常關切 重點是你補了1000億之後 你真的可以保證我們的電價 到底可以撐到什麼時候 可以讓我們的民生用電 大家都有個安心的一個標準啊 是報告委員 如果說我們能夠得到這個大院 各位委員的這個支持 然後我們可以改善這個 台電的這個財務 我相信我們現在因為這個材料 材料原材料的這個價格 看起來已經到了高點 我們現在購電量是比較高 但是我們那個整個的材料費 是降低的喔 你要知道現在整個二屋戰爭完之後 是完全往下降 然後我會要求台電的這個管理 能夠精進 所以那個院長有要求我 兩年內如果這個台電不能夠正向 得了這個補助 然後兩年內你還要漲價 那可能就是我告別的時候 你一直告訴我說兩年之內 我給你這麼多的錢 台電還沒有所作為還是不斷的 要嘛就是給我漲電價 要嘛就是補助 就是你郭部長下台的時候 你知道為台電下台就對了 因為你要為你的政策負責任就對了 報告委員 我們是說我們會共同努力 讓兩年後台電的財務能夠健全 那健全的過程當中 總有一段要調整期 現在我們盡量來調整 內外部都要調整 其實立建部長都想要讓台電健全啦 你的補助啦 你的補助齁 對我們的民生物價的這個穩定啊 有非常正向的這個 我們當然知道啦 但是你看台電齁 不是只有這樣 還有拿4500萬是做宣傳費用 告訴大家台電是多麼需要大家的補助 我說實在的 真的花了4500萬在做宣傳啊 遠不如好好地處理一下 到底整個管理的機制是怎麼樣 好好運用你過去管理企業界的機制 來給管管我們的台電啊 最後一個問題 每次帳幅不能超過3% 好不好 但是現在帳幅嘛 不是11就是12.5 我覺得你那個3%都是頂價的啦 有沒有 你們每次說隨著物價的坡都會做調整 那你就不要定3%啦 每次都說原則是3% 結果結果沒有 好 謝謝科委員 謝謝卓委員 謝謝卓委員 下一位請